非凡英语 阅读部分的错误理解 很大一部分同学可能会认为 阅读部分可能就是一个自由发挥的部分 因为毕竟基金量比较大嘛 类型还比较多 即使自己已经看过了所有基金 不止一遍 但还是记不住 遇到新题就更烦了 那在紧张的考试氛围下 就很难快速的履清思路 于是干脆呢 我们就自我放弃了 临场自由发挥 这种想法肯定是不可取的 而且是很危险的 想而易见 其实不稳定的作题方法呢 会直接导致不稳定的考场表现 那么考试时很难对自己成绩 会有一个确切的判断 这样每一次的成绩 可能心里就没有底 很多同学会 在我们现在屏幕上的这三种情况 第一种呢 就大家反映 刚开始对阅读这部分的基金复习 好像还挺有性质的 那随着基金量越来越多 包括其他科目的一个加入 那我们阅读这一部分就会看得越来越烦躁 于是这一块呢 就很多同学就把它搁置了 第二部分呢 就是大家普遍是纯靠运气 可能就在想啊 反正我们现在这个命中率也是比较悬的 所以其实看了之后也不一定记得住 那算了 我干脆就是凭运气吧 第三种 那就是心里没底 其实呢 就是我们还没有懂这个题应该怎么做 临场发挥呢 就是自由的发挥 这个时候呢 就会比较懵 而且很难找到正确的思路清晰的方法 其实阅读这一部分呢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相信屏幕前呢 你肯定会说 那我们就看基金好了 对啊 这个基金肯定是要看的 因为其实这块呢 就相当于我们半开卷的历年真题嘛 所以肯定要看基金 但问题就是数量这么庞大 我们应该如何事半功倍的去解决 而一次我们看过基金之后 终身难忘 这才是我们需要做到的 其实如果大家有看上一期 希望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清晰的认识 对于排序这道题的话 我们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找话题 找信号 轻松把它判断出来的配对 对吧 那我们这一次再拿一道高频的老题 来解决一下 特别这道题 可能是普遍同学们会反映 爱思路并不是很清楚 很难去背 希望大家不要死经背 所以这道题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大家对基金题目比较熟的情况下 那你现在检测一下 你是否能15秒钟能作答呢 那如果你15秒钟不能作答 就证明咱们可能没有把这道题看懂 并且这个技巧并没有被你真正的掌握 那如果大家对这道题感兴趣没有做过 或者是自己想自检一下的话 现在可以把屏幕暂停一下 好 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 你看一下你的答案怎么样 好 相信大家已经看完了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道题 一会儿再看一下你的正确率够不够 当然同时检查一下你自己的时间安排 好 这道题我们首先能看到的是 比较抓眼的信息有哪些呢 像这一道题映入眼帘的话 其实我们能看到 A选项 B选项和E选项里面 同时出现了数字 也就是说它所谓的时间年份这种信息 这种是比较容易在段落中清晰找到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比较抓眼的三大信息 那我们看一下 当这三个年份出现之后 你应该能做一个什么判断 我们应该先能判断出来 这三个年份根据时间安排 应该是先有B 然后再有E 再有A 但是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可以把B和A 直接排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很有可能C和D就会夹在中间 那如果你把它排在一起的话 相当于没有任何一个正确的配对 对吧 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时间安排 先短暂的把它们分开 按时间顺序走完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步 通过比较抓眼的信息 先把它排一个大的一个序 在这种情况下之后 我们会发现除了这三项 还有哪些被选 现在就剩下C和D了 对不对 那我们的思路现在就会变成什么 如果B E A已经排完了 我们现在就剩下C和D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策略就是 一旦我们把C和D排完之后 这道题就是正确解决了 对不对 正确解决了 好 这是我们的思路 那整个这道题其实就变成找两个配对而已 把C和D安排到正确的位置 对不对 好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那针对于我们上一节课 上一期大家应该能知道 我们应该先去锁定话题词 什么是话题词 一般就会出现在这里面的主语啊 某一句话 它的主语肯定是我们重要想说的一个话题内容 所以可以推荐大家优先去关注一下主语 就像我们正常推荐的阅读这一部分排序题 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指代对吧 那指代它会发生在哪呢 指代要么就是名词了 要么就是一个代词对不对 那代词和名词一般它会出现在什么位置 要么是主语 要么是编语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优先关注主语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因为编语 很有可能后面还会接壮语啊 定语啊等等啊 包括一些从句 所以如果要关注主语的话 可能会更容易判定 那我们现在看到屏幕上这些蓝色的高亮词呢 就是各个句子的相对来讲比较重心的话题 比较重心的话题 我们看一下 从第一个选项开始看 第一个选项说的是第一批钢鬼 好 看到这里好像没有什么信息 那看到B 早期的轨道 当你看完A和B之后 我们心里正确的反应应该是我后续或者前面 应该找跟这个轨道相关的指代 对吧 这个是你心里应该想得到的 每看一个选项 心里都要有一个正确的判定 这样才能会找到正确的方法去连接后面的一个配对 那C远项的话他说的是长期的费用 我们不管他是不是长期的 总而言之他这句话他的中心思想是在讲钱 对不对 在讲钱 好 看到这的时候 如果大家对上一期有了解的话 你看到这应该会想到我们现在开始换话题了 什么叫换话题 前面一直在讲铁路 现在突然讲钱 这就叫换话题 一旦换话题 要采取守维法 要采取守维法 这个我们放在后面再说 继续把D和E判断清楚 D选项一上来说 这些铁路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词了 发生这种指代了 肯定要跟前面产生联系 那也就是说 D选项要么在A后面 要么在B后面 因为他要说这些铁路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D选项的时候 已经有个信号了 我现在想探断的就是C和D的位置 那么C和D谁能更清楚的找呢 我们优先要找指代嘛 对不对 所有的步骤优先找指代 于是你所有的目标就是 先把D安排清楚 先把D安排清楚 现在我们心里就有个思路 D要么在A后面 要么是在B后面 这两项到底是在谁后面呢 我们先看一下D选项 刚才的主语说的是这些铁路 那铁路是物嘛 铁路是物并不是人 那如果人的话 我们上一期说的是看一下动作 上一期看动作 那这一期我们讲的是物 人要看动作呢 物要看什么能发生指代呢 要看性质啦 性质要么就是高矮胖瘦多少 对吧 包括它的颜色 包括状态气味等等的 那放在这里 我们既然想知道 它是跟在谁后面 那就看一下 他想说的是哪些铁路呗 这些铁路说的是 too fragile 非常的一碎一破 一碎一破 这个可以作为第一个信号点 那如果有的朋友说 这个词我不太认识 那怎么办 好 那我们默认这个词不认识 那你看一下前后的too too 应该是知道的吧 太怎样而不能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否定概念 是一个否定概念 不能怎样呢 carry heavy loads 不能抬重物 不能抬重物 要么是说它比较一碎一破 比较脆弱 要么就是说它不能抬重物 那我们看 不是A就是B A和B谁能说明 它不太容易抬重物 或者说它特别容易破碎 特别容易脆弱呢 A选项看到它的材料 说的是钢轨 那我们现在判定一下 B选项提到它的材料性质 是在哪呢 B选项我们去扫读 看有没有跟它材料性质相关的 我们会看到 早期是用木质的铁路 木质铁路 所以显然而易见 前面是钢轨 后面是木轨 那你说这两个谁先谁后 肯定是它这个木头的会比较容易破碎 对吧 木头比较容易破碎 所以我们这道题 其实D选项已经出来结果了 B选项应该是先跟着D的 那我们刚刚整体排的是这样的 B E然后A 那现在所有的目标就是为了找C放在哪里 C放在哪里 对吧 我们在一定要清晰的认识 我们现在分了三大团 BD一个 E一个 A一个 还是一样 C选项刚刚说它跟钱有关 跟钱有关 那我们其实现在易选项还没有说呢 易选项我们提前看一下 它说的是这种设计的什么什么 早期的支持者 提倡者是谁这谁 反正就是这种设计 This又是一个信号 这种设计 所以它前面的文章应该会跟哪个配对 跟设计相关的配对 对吧 这个是先放在后面再说 我们先把C判断好 先把C判断好 刚刚已经提前说过 我们要找的呢 就应该是 C选项说的是钱 那我们现在要找了判定的 应该就是哪一个跟它钱有关 对吧 哪一个跟钱有关 锁定话题词 转换的时候 看收尾 前面提前了 我一定要找剩下一句话 尾巴上提前 剩下一句话 尾巴上提前 跟钱相关了 它前面才会跟到下一句C的开头 对不对 也就是上一句话的尾巴接下一句的头 那从D选项开始看吧 D选项的结尾 是不是能看到 inexpensive inexpensive 所以它就是信号啊 那它就是信号 于是C就应该贴在D的后面 直接就拍完了 C就应该贴到D的后面 直接拍完 这就是一个答案 这就是一个答案 我们再理清一下 再理清一下 D选项里面出现了inexpensive inexpensive 如果你要看到其他选项 比如E或者A有 那我们直接把C放在它的后面即可 这条题就是解决了 就可以解决了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问 那我们刚刚E选项 这个没有用到对吧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答案在底下 BD 然后C放在一组 然后E中间一组 A放在最后面 这是一个终结答案 有的同学说 你这个E都没有用上 这样去判断的话 稳妥吗 稳妥吗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不太稳妥 实际上刚刚这个步骤 应该是十几秒就可以解决了 快速去找这些信号嘛 在这种情况下 时间还好充配 你可以做一个double check 我们看一下 E是不是要跟C后面 对吧 E是不是要跟C后面 刚刚判断它的主体的时候 会发现它的内容词 也就是话题词 又在改变 AB D 都在讲的是跟铁路有关 那C说的是钱 E说的是跟设计有关 于是如果我们想 C和E排在一起 那你需要找的是什么 还是守维法 看一下C的结尾 有没有提到跟E开头 这个设计相关的 我们首先先分一下 E选项里面说的这种设计 是怎样的设计 你在往后扫读的时候 会发现 wire the wheels 说这些轮子呢 是法蓝链接的 出现这么一个词汇 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默认就这一个词汇 出现了这么一个不认识的 那你现在的目标 就是看一下C选项的结尾 有没有提到 这种轮子是法蓝链接的 这个表达 我们看一下C选项 是不是就出现了 前面说这些轨道呢 是怎样的 法蓝链接 这就又是一个守维法 当然考试的时候 如果针对一个陌生题目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做一下double check 肯定都会有逻辑暗示 前后肯定会有这种指代 那如果要是时间 不太充配的话 基本上 刷到刚刚这种情况的话 应该正确率比较大了 应该正确率比较大了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这道题的思路 那整体呢 就是通过指代 然后快速锁定 它的话题 话题一旦换了 我们就用首尾 上一句话的尾巴 肯定接 下一句的头 上一句话尾巴 肯定接 下一句的头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刚刚的判断方式 先上来看到了时间 旅行一下 看到时间 于是 B E A 展开 在这种情况下 你心里做的目标是 我把CT排完 这道题解决 于是这道题 就是找两个指代关系 找两个指代关系 那 最开始 我们要看到 肯定就是它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说 尽可能看一下主语 第一批刚轨 没有指代 早期轨道 诶 又是轨道 看到C的时候 有钱了 开始换话题 先打一个铺垫 递选项说 这些轨道 这就是一个信号词 所以先找指代的情况下去看一下 B选项这些轨道 到底指的是A的还是B的 由于它是物 我们要看它的性质 它的性质比较脆弱 比较脆弱 那A选项是钢的 B选项是物的 所以说比较脆弱 应该把D放在B后面 BD已经排完了 现在我们所有的目标 只剩下C了 刚刚其实已经打好铺垫 它这里面开始换内容词 对吧 内容词一旦换了 就说明我要用守维法 它现在提前了 于是我要看哪句话的结尾提前 因为BD已经绑在一起了 所以只需要看D E和A 这么三个分散的组 看到D的时候 已经发现跟钱有关 包括其实你往前看 也能看到 其实D选项 一直在说这个钱的问题 对吧 一直在说钱的问题 于是直接把C 放在D的后面 解决 我们现在的顺序 已经排完了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自己想double check一下 你看一下C和E 是怎么连的 那由于E选项说的 又是有一个 它的指代词 这种设计 是反文链接的 由于守维法 又是换话题 守维法 看一下是不是C的结尾 有这个反文链接 有 那就证明我们 刚刚这个顺序 没有问题 那好 如果到这 double check以后 有的同学可能还会问 那A选项 有没有可能 是放在最开始的 BD C E 肯定是放在一起了 那A有没有可能 是最开始呢 就是它不是按时间 去排的呢 那我们看一下A选项 它又说什么了 A选项又说 它刚是一个 更加强壮 坚固的材料 它已经逐渐取代了铁 我们前面一直在说 铁的 木的 铁的 铸铁的 等等的 现在呢 是已经是最后一批的更新了 所以 A应该放到最开始 这里面 它其实发生指代的 就是说 它已经取代了 并且会有一个比较急 都可以 考试的时候 时间允许 情况下 我们就double check一下 如果时间不允许的话 基本上刚刚那个情况 已经非常容易解决这道题了 好 相信大家通过这次课 应该能理解 这个五秒锁定话题词 话题一旦转换 看首尾的这个方法 希望大家回去 把这个东西 落实到你的复习中去 不知道你们是否学会了吗 如果学会的话 快点拿铁铁去练练手吧 我是非凡的Amy老师 希望大家 多多关注我们的领奖堂 希望大家PTE之路 越来越顺利 好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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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顺利